- 太急了太急了 今天呢要开车前往之前暂时的工作室呢 继续拍摄下一部这个体验视频 来回一天就要过去了 心里这么一想凉了 开了很久 头有点冤 但是呢 很悲剧啊 刚才在来的路上呢 我的手机一直没有信号 然后后来有信号了 发了很多消息给Dino 但是结果Dino那边呢 他的油量这个月用超了 所以他收不到 结果现在我到了 他还在超市买东西 我要等很久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我决定了现在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找他 现在实在等不了了 他家没人 而且我这个上厕所的心愿是越来越强了 受不了了 今天最大的问题解决了 第一楼说回家拿东西去了 我要等他 有点小困了 先瞇一会儿 半岁半里边坐台酒差点睡着了 然后员工说你还是出来吧 我说好吧 我就回车里了 好 OK 今天呢是这样的 有点小小的悲剧 今天本来要去的拍摄场地呢 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办法用 所以呢 就不得已来到这个选了一个有桌子的地方 但是呢 我觉得这地方完全不适合录制 因为太吵了 声音特别吵 吵死了真的 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 我感觉这桌子挺适合的 有没有听到这个空调的声音 过来我才听到 在这儿都强 这也有 他们笑个桌子 啊 找了一个好地方 太棒了 这个是今天完美的地方 呃 卫生纸吗 对 有有有那个 后面 车座后面 哇 这什么鬼 哈哈 今天呢 试试这东西 ok 历经前行万苦啊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拍摄的地方 因为今天啊 无论多晚我都要把这个拍完 为什么 因为在我面前呢 摆放的是我平时 或者说以前曾经使用过的一款 这样的一个非常平滑的 具有这个稳定性极高 画质极高的一个大疆Osmo 但这一款呢 就是Osmo Plus 就是大疆在推出第一代 这个平行平滑镜头之后的第一代 大概这个样子 这是加了一个底座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一款呢 是可以用作 诶 它这款的镜头呢 是Zemius X3 Zoom 它就是说 它是可以 进行一定的 拉伸的 非常美丽的火车开始过了 好 我们来欣赏一下火车吧 哎呀再见啊 这个一般呢在这边遇到火车是非常罕见 有声音吗 看有声音吗 哎呀火车终于走了 好 在加拿大呢 遇到火车过行啊 你要开车的话就倒霉了 因为它要过很久 好 接下来呢 继续回格到我们的产品 大家都知道大疆呢 其实在影视行业当中呢 占有很大的地位 尤其在这个平行镜头 或者说平移镜头啊 或者稳定器方面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它推出了消费级别的Osmo 这样的话在我们平时日常拍摄一些视频的时候 一定会在画质上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但后来呢它升级到这款之后呢 它同时考虑到毕竟啊这个东西呢 很多专业人士在考虑在用它 因为它真的可以提供很多高画质的这样的需求 所以大疆呢同时也推出了Osmo Pro 这一款呢可以搭载这样 就是大家都听说过在无人机上有一些电影 电影级别的这个镜头呢会搭载在上面 同时呢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疆Osmo Pro搭载了最牛的镜头 right here 在我面前呢是大疆的Z-Mute X5 这一款呢算是一个可以达到影视级别的摄像头 当然了配备的更牛逼的 大疆Osmo Pro的旅行箱还有全部的配件 大家不会想象到它的一个配件要做成什么样子 大概真的很多很多 有这样的这样的 还有变焦器哦 这个变焦器在影视行业都经常用 然后还有这样的看不清的配件 还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但今天呢我们的主角依旧是它 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这个东西拆开 可以看到里边呢其实就是一大张配件 除了配备了这样的一二三四五六 六块电池之外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加手机的这个部件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大箱的手柄 大箱Osmo Pro的手柄 其实跟普通的看一下 这个区别不是感觉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呢唯独的区别就在这里 它呢这一个部分要保护好 因为它呢是区别就在于它有一个转接器 可以连接非常专业的这个镜头 我跟火速 它里边配备了一块电池已经搞定 然后呢我们就尝试了搭载最新的镜头 在我面前就是镜头盒 从包装盒拿出来之后 哇天呐 我们小心翼翼的把它拿出来 哇的天呐 这个镜头呢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因为我们所有的影像记录就靠它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体积 在这个部位呢写了一个Xemius X5 然后这个地方呢很明显是接刚才那个头的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镜头的长度真的是很长 然后自带镜头盖 像我们的这个微单相机的镜头 然后这边还有变焦环呢 说到变焦环呢 在之后呢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这个手动变焦环 就是我们在影视当中常用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边还可以调整这个自动对焦和手动对焦 然后我们接下来把它搭起来 现在在我手中呢就是一款叫做 Osmo Pro Raw的高清信号连接线 它的作用呢非常的简单 就是通过旁边这个USB口呢 高清的视频信号直接传递到你的手机当中 就是你看到了就是实际当中拍摄出来了 我们需要这根线 因为它那个数据量实在太大了 而另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口 这个口呢是直接通过某种线呢 连接我们这个手动对焦环的 这个也是在影视当中后期做啊 就是我们就真的要拍一些专业性的作品的时候 必须需要一个东西 总而言之这根线真的非常昂贵非常的有用 搭载好之后呢我们连接到手机 我们打开这个线之后呢它说 OK经过搭建好之后呢 我已经开始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今天呢我的目的非常的简单 我不想告诉大家怎么去用啊怎么去搭建 我只想知道这个画质究竟有没有我们理想中 可以充当这个电影片当中的一个设备呢 我非常的好奇 所以等一下呢我会在这边呢附近试一下 看看它真的拍摄出来的效果到底如何 开始了啊 OK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是摄像师 这次Dino临时冲到我们摄像师 看看效果 看看这个频率 哎呀非常的棒非常的棒 哦呦 就感觉这个对焦的某个感觉 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这个镜头需要手动对焦了 好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桌子里 感受一下 哇真的很平滑 我只是用非常普通的这个 脚跟手就可以拍到这么平滑的镜头 哇 真的这个后期可以调色了 今天我看我们带着东西真的很多 哇哇哇哇哇哇 好我要来个加速模式了啊 跑两步 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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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鱁边 鲁边 天快黑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刚才在使用了一下之后呢 我跑到这个旁边的有一个专门玩滑板的地方 我会发现自动对焦真的在这上面是有一点难用的 就是我是从简单的画面表现当中看到了 镜头具体表现大家可以通过看着实际画面来看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一个小白一样的产品使用体验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vlog频道 对不起 我的频道 之后呢给大家献上更多 关于OSMO PRO的正确拍摄的方法 如果有的话 Dino也去试了 我们再去看一眼 OK 现在Dino赶紧把它收起来 因为今天的产品呢是完全是Dino独家个人赞助支持 跟钱没关系 我们就分享一下自己使用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啊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支持国货吧 OK 为中国人加油 我们其实特别喜欢大江的产品 我们要试什么 红师傅是吗 太棒了 好 其实怎么说呢 在温哥华这边 虽然我们现在在西温呢 西温其实有钱人很居多 但是呢 这种家常饭 其实有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我们工作很辛苦 然后买碗面靠着靠着自己 创业过什么